Yay 終於 終於輪到我了 今天要去日本玩囉 我們要出發囉 哇 三年沒走咧 嗨 大家好 我是Maggie 解封後第一次出國 選定了想念的東京 這次特別選了左邊的座位 也是第一次在飛機上看到富士山本人 感覺他離我好近喔 好高興喔 到日本囉 現在在等行李 我們入境是傍晚的時間 入境的人還蠻多的 所以排了一下隊 但是整個手續非常的簡便 就是一直往前走就對了 成田機場搭京城本縣 可以直搭前草 出站就看到美麗的夜景 好開心喔 今天晚上我們住的是 TOPHOTEL GO 好 鮮擦卡 哇 還不錯喔 好大喔 這次訂到這個前草這個房間 覺得好像賺到 因為這房間不貴 而且超大的 它還有一個門廳 行李可以放在這邊 讚 重點是 將將 我看到了嗎 就是晴空塔本人 我們在房間就可以看到晴空塔夜景 我們在房間就可以看到晴空塔夜景 這間宜蘭拉麵 好特別喔 像一般餐廳的 它不是分隔的 宣了半天才發現有中文 雖然台北也有宜蘭拉麵 但我們沒有去吃過 這是我們來到東京的第一餐 終於吃到宜蘭拉麵 餓到現在值得了 已經十點半快十一點了 然後我們來到雷門 第一次晚上來看這個 開了燈的雷門 裡面商店街都關了 可是有晚上不同的氛圍 覺得很好看 這次我們帶婆婆一起來逛雷門 今天的宵夜 很精彩喔 喔 還有這樣子脆脆的聲音耶 這啤酒很好喝喔 可以試試看 這個鮭魚片 鮭魚乾 蛤 很硬 我覺得這不是零食 金龍山淺草寺 白天的雷門 氣氛跟晚上完全不一樣 因為現在時間還早 現在大概是十點多 還有一些店還沒開 人口還沒有那麼多 買了紀念的玉手 旁邊的小巷也很好逛 好可愛的點心店 好可愛喔 這麼漂亮捨得吃嗎 好香喔 好香喔 有水果的香味 跟一般吃到的糰子不一樣 上面是水果跟豆沙 超好吃的 這也太多了吧 給我 給我 是這樣子的 好像一本書 其實是一個包包 打開來 喔它其實是一個書套啦 哇 前炒炸牛排 哇 你看已經排到那邊去了 我們沒有吃重見市通商店街的美食 為的就是這餐排隊美食炸牛排 剛剛排隊差大概排了一個小時 還更是值得的 吃完了 好不好吃 好吃了好吃 超好吃的 難怪排那麼多人 還滿值得的 離開前炒了 這間飯店真的超滿意的 捨不得離開囉 掰掰 我們要去下一站囉 GOGO 我們現在要前往 湯和圓泡湯囉 從前炒出發大約兩個小時的車程 沿途海景讓人心情愉悅 車站到住宿飯店 大約七分鐘的計程車程 耶到了 這就是我們的飯店 哇 哇 有山耶 哇 萬葉公園 這裡有一個隧道 哇 很可愛的溫泉公園 還有面對大自然可以自由使用的閱讀空間 我們逛到天黑 很舒服的小城鎮 晚餐是溫泉飯店的懷石料理 晚餐是溫泉飯店的懷石料理 直接在房間用餐 可以舒適又盡情的享用日式美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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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讚 讚 晚餐過後休息一下 就是期待的泡湯時間啦 泡完了泡完了 開吃 嗯 嗯 嗯 早上泡湯都不用的感覺更棒 拌戶外的感覺更接近自然 早上泡湯值得 離開舒適的溫泉飯店 逛一下湯河源市區 湯河源盛產橘子 來到著名的十澤商店橘子專賣店 品嘗一下橘子產品 可以用苗燈啊 嗯 好橘子喔 太甜了 好甜 超特別喔 就是很好吃的橘子 所以能夠逛這種小店真的很舒服啊 很愜意 對啊 這是手湯 我們要過馬路嗎 澀谷站前14路口 是世界最著名的路口之一 也是日本都市風景的象徵 終於看到八宮本人了 第一次逛東京的 好可愛的公車 啊好小喔 新地標 然後 社普sky 就在這洞 行李就放在這裡 來到46樓的玻璃窗角打卡必拍景點 當然也要拍一波 還可以再上一層 我們在社普sky 47樓層是最高樓層 可眺望360度城市全景 場面好壯觀 可惜今天是陰天 看不到富士山了 我們現在在等待落日 時間沒有算準 真的在這邊會等待太久了 已經快要放棄了 快要放棄了 一隻很想嘗嘗日本牛舌 澀谷Sky附近的人氣必吃麗酒牛舌 可以利用Google先定位喔 這個是鹽味 這是味噌 這個是特選 另外加點了蛋和山藥 拌入飯裡加點醬油 味道好特別喔 這是厚的 這是一般的 這是一般的 先吃吃看薄的 它的炭炒香真的好香喔 很好吃耶 這是特選幾品牛舌 厚的更能夠吃出牛舌的甜度 先吃薄的然後覺得很Q 先吃厚的 超Q 完全不會嚼不讓 很軟 銷魂彈牙的口感吃起來超過癮 湯裡面的牛肉也超級嫩的 抹茶麻糬 完美 後切牛舌超推 嗨 晚上住宿澀谷站附近的民宿 更有一種體驗當地生活的存在感 我故意挑就是像這樣子 有合適的休閒室 既然要來日本嘛 還有一個簡單的廚房 廚具餐盤 都有 真的要開火也是可以的 看一下這個是 洗衣房 乾濕分離的廁所 這裡也有浴池 也可以泡澡 布喔 布置的蠻好的 小陽台有都市高樓景觀 真的有一種偽東京生活感 他在這邊待兩晚囉 我們安頓好了民宿 出來 竟然下起了雨 所以在Seven買了一支雨傘 嘿嘿 我覺得這雨傘609元 但是它的質感還不錯 今天是禮拜五的晚上 現在是八點多 街上有越來人越多的狀況 我們來到了宮下公園 現在時間是九點零五分的宮下公園 小叮噹的雕像 我們需要跟他照相 需要嗎 需要需要 小叮噹不熟 你不熟我熟啊 很美 剛剛我們從後面走 你看 真的只能走一個人 好可愛的樓梯喔 只能擠兩三個人的墊 好可愛喔 澀谷很低喔 天啊好熱鬧喔 這麼多人耶 今天這個就是我的床囉 今天真的走了好多的路 趕快休息囉 Good night 這就是我們的民宿 很漂亮的大樓 現在出發前往原住 東基市區的計程車 準備了各式的充電線 空間這麼寬大 聽說日本人不按喇叭 其實有在按喔 好大線喔 好漂亮的計程車 現在我們在阿富利柚子拉麵 為了嘗嘗東京超有名氣的阿富利拉麵 特別提早在開門前就來排隊 清爽的柚子湯頭是這裡的特色 很清新的味道 原本濃郁的拉麵 多了柚子的香味 又不強調原本拉麵的湯頭 對拉麵有一個新的體驗 它的叉燒好厚 完完全全吃到它的口感 難怪會被米其林推薦 很特別 滿值得來嘗試 這幫我們擋了好多槍喔 我們來到竹夏通囉 久違的元素站 元素站對面的竹夏通 是東京旅遊很具代表性的景點 下雨了還是很興奮 這個雨傘真的好便宜喔 自動傘 竟然賣299 今天要吃哪一個口味呢 來元素一定要吃可麗餅啦 剛才吃的拉麵超飽 現在只能分食一個可麗餅囉 好好吃還是想念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是不是很好吃 餐湯圓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喔 雨中吃可麗餅 比韓國還便宜 這裡匯集了各式各樣風格 時尚的店家 也有許多古著朝牌服飾 可以一路從竹夏通 逛到元素通 又一家古著店 買了 挑中的真正家 來到表餐道囉 再一路逛到表餐道 表餐道兩旁名牌旗艦店林立 有如日本的香榭麗色大道 這台計程車好滿喔 它的椅背也都是熱的 謝謝婆婆帶我們坐計程車 好可愛喔 這是民宿巷口的一家好可愛的咖啡廳 9秒來喝喝看 來到夏北澤繼續逛囉 夏北澤是東京古著次文化誕生地 許多古著二手藝店和雜貨店 受到日本年輕人喜愛 這裡有一種特別又悠閒的氣氛 買到了 耶 恭喜恭喜 好可憐 這樣子下去推不倒吧 下北澤的超市 今天就吃超市晚餐囉 來日本還沒喝牛奶呢 好喔 現在是10點22分 我們想要體驗一下日式居酒屋 難得出國旅遊 白天要充分利用 晚上也不能錯過啊 好喝喔 你自己做好 它咬下去以後 爆出來的是醬汁 是油脂 這是人氣No.1 沒有 沒有手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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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吃不習慣 我覺得我吃不習慣 嗯 好嫩喔 第2個黑莓酒 嗯 好好喝 對 這個價錢不可以的 對阿 今天又主導食食 這是蘆筍 蘆筍 掃過嗎 掃掃掃 好全部全部 又少了一堆點心 不是吧 全部空 要帶車 現在要走了 掰掰 一大早的澀谷 很多烏鴉 下一站來到小江戶穿越 先到觀光案內所 寄放行李 離東京市區搭電車不到一小時的穿越 有著保留最完整的藏造建築 是現在很夯的東京近郊景點 怎麼樣先吃原味的 除了感受老街氛圍 也不能錯過這裡的特色美食小吃喔 好吃 它的醬很好吃 好酷喔 它把地瓜變成一個很精緻的甜點 超可愛 米飛兔 好喝 好喝 這個字母的名字 場景 來到西蘇甸了 好喝 好漂亮喔 開心喔 好喝 好喝 位於18樓的溫泉大浴場 可以一邊泡湯 一邊眺望新宿迷人的城市景色 真的是超級享受 新宿景色 好享受喔 開心喔 這一次很期待的一個行程 就是看這個 Team Lab Twilight 東京的展覽 聊天聊到一半 花就跑下來 這邊就有一間超商 來買我們的晚餐 來買我們的晚餐 一起來再泡一次 泡湯的感覺真的太享受了 這次六天午夜的行程安排 這次六天午夜的行程安排 希望年輕的Jeremy有豐富的行程 又不能讓趙媽太累 對我來說 這是一大考驗 終於順利完成 又留下一次美好的家族旅遊回憶 也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